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继续来到台南县的麻豆 当地的最后一家传统戏院 虽然有50多年的历史 但还是敌不过观众流失 从今天开始暂停营业 有不少民众赶在最后一夜去捧场 大家都说好可惜 50多年历史的麻豆戏院 正式吹起灯号 紧闭的大门宣告营业已经结束 戏院外海报上更清楚写着 从11月1号开始暂停营业 10月31号最后一天 贴着复古位十足手指海报的 麻豆戏院宣传车 依旧走遍大街小巷 不停地放送戏院播放的电影 放映师李老师傅的手也忙个不停 有20年历史的放映机同样运作者 放映厅外面观众排着长长的队伍 等着进场 心中确实感到相当可惜 大家都希望麻豆戏院 能继续经营下去 在云林来 飘港来看 很可惜吧 觉得假日的生活少了一个重心吧 感到可惜的还有附近的商家 戏院关门了 生意多少会受到影响 会不会觉得他这些生意有影响 影响 也是多多少少应该是也会 感受到民众的热情 业者说正在想办法 希望能够东山再起 不会让大家失望 有这个飞翔对电影家来说 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 以后这都是以后 我们还在当东山再起的时候 这个原动力 不少观众不住西苑外拍照留念 留不住台南县最后一家西苑 他们想要留下最完整的记忆 记者台南综合报导